化料期間飲食照護原則 还有我们可使用各式各样的商业营养品 但前提是需了解自己的状况 选择合适的营养品 均衡营养配方是基本配方 符合一般日常饮食营养素的比例 治疗期间 若正餐吃的分量无法和以往一样 此时可以喝一瓶均衡营养品 补足正餐吃不够的部分 或是往返医院影响用餐时间 可先当作点心补充营养 避免空腹过久 另外还有肿瘤专用配方 里头添加了鱼油和其他特殊营养素 营养密度较均衡营养品高 也可和均衡配方交替喝 若无法从饮食和商业配方 取得足够的蛋白质 可另外添加蛋白粉在食物里头 营养品有它的方便性 但使用这些营养品 都是为了弥补 无法从食物中获得足够的营养 在治疗期间不一定要使用这些营养品 如果矮有不确定自己的饮食 是否足够维持治疗所需要的营养 或者是说手边刚好有营养品不知道怎么使用 这时候可以询问营养师 请教营养师该如何将营养品搭配到自己的生活中 病友们从刚确诊完到完成治疗 这段时间会经过数个月的时间 其实这段时间并不短 但是可能会碰上许多跟食物或者是饮食有关的疑惑 这些疑惑可能来自于周遭朋友或者是邻居等等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有关于饮食迷思 这也是这个一部分 为了这些饮食的困惑 我们可能会打乱原本自己坚定的心情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营养师一起讨论 解决这些饮食疑惑喔 咪咪讲笔记 营养品在治疗期间有它的好处 记得有任何饮食问题都可以请教营养师